哦哦哦哦耶 清楚 所以剛才已經講解了四個基本要素 再看第五個 最後一個基本要素 也就是carry up 那carry up 的動作 carry 是一個人 所以他行進的時候 他以動作操作的時候 用膝蓋的地方做身體 內收式的上律動 所謂內收式上律動 就是這個膝蓋再往上推的過程中 不要將你的身體往前推 而是往內收 那可以感覺到就是背部有人把你吊起來 或者是胸口有東西擠壓上來的感覺 那膝蓋一定會快於身體 所以膝蓋在動作的時候才會有身體的跑動 先膝蓋才會有身體的跑動 所以把這個動作再跟剛剛那個TripLock結合站起來 動作就會變成這個 N 1 N 2 這樣就會完成我們最基本的幾個操作要 DropLock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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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